全油管最快新闻,日本政府启动辅导和事故污染水排海后,中国海关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。 消费者担心和污染水对日本产品的影响,纷纷退货,包括日装品牌植村秀、福利方斯等。 多家日系美装品牌回应称,产品经过严格检测,没有影响,但消费者质疑人未平息。 行业专家表示,核污染水可能对海洋成分、护肤品原料等产生长期影响,但具体影响尚不确定。 此前,日系美装在中国市场已逐渐示威,本土品牌崛起。 对于日装品牌来说,当前危机尚未解除,业务受到考验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